周玉寇說投給蔣萬安就是投給習近平 你怎麼看喔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吧 無聊人講的話就不用回應了 我就覺得這個選舉跟習近平什麼事 對啊 扯到習近平沒用啦 對不對 台灣先顧好 對不對 習近平會覺得關我什麼事啊 為什麼要扯到我 習近平啊 他在另外一邊啊 為什麼要扯到他 躺著也中槍的感覺 關他什麼事啊 對不對 二十大完了躺在那邊也被打 對啊 他在講完他是土振土振到台灣 怎麼可能跟習近平同一回的 可以講比較難聽嗎 可以啊 你說 不要在那裡假啦 真的啦 不要在那邊假了啦 怎麼樣 政治操作而已啊 真的不要在那邊假 包括蔡英文 為什麼 感覺他就是出一張嘴就夠啦 那要不要我去講就好了 他說投給蔣萬安就是投給習近平 沒有 我投給蔣萬安 因為民進黨不行 民進黨亂作事 投給蔣萬安 很少年輕人會講這種話 真的 因為他很被洗腦 我是沒有被洗腦的那個 要投給蔣萬安 我是支持蔣萬安 所以我認為 我不喜歡陳時中 我覺得他防疫做得不好 而且周玉寇已經快發瘋了 我覺得他那個都是亂講話 給大家去看大家的智慧吧 不知道這個人 什麼 我不知道蔣萬安是誰 真的嗎 對 我不知道 他是那個就是國民黨 代表國民黨要選台北市長 沒有 我沒有看政治相關的 對 不過有年輕人是力挺周玉寇 認為蔣萬安跟習近平是同夥 同意啦 同意喔 同意喔 習近平跟蔣萬安是一伙的 我覺得是吧 為什麼 因為我個人覺得 國民黨是中國那邊來的 那邊 因為是親共嘛 所以其實我們也很喜歡 再加上我覺得 大陸人的有些態度 我不是很喜歡 然後他們每次 每次都說什麼 我們要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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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真的覺得很煩 選戰鬥數時刻 陳時中狂打抗中保台 這招有效嗎 但是你每次都只拿抗中保台 這種來拉票 就覺得 很爛耶 因為台灣人很笨啊 沒有 台灣人很笨 所以你也沒有 你也沒有實質性的幹嘛 對啊 你就只是講了這四個字 抗中保台 對 抗中保台你怎麼看 我覺得啊 台灣不要想打包大陸啊 完全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喔 除非 除非真的 互相在那邊講幹話 那倒有可能 倒有可能淩過對方 你說那個啊 抗中保台啊 只是口號而已啊 誰都不會投啊 沒有用啊 這是沒用啊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不是沒用啊 應該是說 自從那個什麼 高端系列的時候 就失望了 如果說每次只會喊口號 沒有實際做 那有什麼用 對不對 天天喊一萬八千點會回去 大家都賠了五千點了 我不喜歡 他用 那個 什麼 抗中的名義來選舉 為什麼 就好像要 要人家投給他 他抗中而已啊 可是又不知道他要幹嘛 他都在那邊講一講啦 多亂講的啦 抗中保台嗎 對啊 抗中那就開打啊 又不打對不對 沒有啊 沒有用啊 抗中 我們為什麼要抗中 我們都自顧不暇了 我們要抗中 你先搞這個 都是選舉策略 他也沒招了 所以我們看看今年選舉 看看能不能不一樣 對不對 像韓國瑜這種好人 也被他罷免了 只能說男部的人笨 沒辦法 很多民眾都想問 台北市長的選舉到底關 習近平什麼事呢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姐姐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